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洛杉矶房地产经济谈指挥 电话是496970033 微信是VTANUSA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美国怎么卖房子 尤其在大洛杉矶地区 怎么卖房子 在看了N多的房子以后 我总结出了一些经验 什么样的房子好卖呢 首先呢房子好卖的当然是 这个价格要低 比市场价低 那么大家都会知道 你这个房子价格比较低 就会有人会去之若物 很多人就会来看你的房子出价 当然这个出价低 这是第一大优势 但是除了出价低以外 还有什么样的房子 才能让人家来青睐呢 卖房子的时候 就是说有很多东西一定要考虑 在我遇到非常多的朋友 他们卖房子的时候 就特别怕麻烦 也不想多花一点钱 那就是房子呢 现在是什么样子 他就是不管三七二四一 就把这个房子挂到市场上卖 那就是希望碰到一个 有慧眼的人 就是这个眼睛非常厉害的人 能看到你这个房子的这个 这个这个潜质 虽然房子的状况不是很好 他就能发现 这样子的凭着侥幸的心里头的 这个朋友呢 是很多的 大家第一嫌麻烦 第二呢 又不愿意多花一点钱 把这房子装修一下子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那个房子啊 卖的时间非常的长 最后呢 价钱的是一压再压 很少的情况下 是被到 被有这个 这个有眼光的人 能一眼 看中你的房子 尽管这房子的房况 特别的不好 所以呢 就是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呢 提供一些这个 卖房子的一些 这个小意见 首先你卖房子啊 要挑选好时机 什么叫挑选好时机呢 这个房地产市场啊 它是跟人的心情啊 跟这个世纪变化 是有关系的 那么春天的时候呢 大家的春心荡漾啊 这个万物复苏 这花也开了 这个叶子也发了 这个大家心情都非常的好 所以春天呢 这个开始卖房子 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从五月份 五六七三个月 是卖房子的高峰期 这时候买房子的人特别多 那除了有这个春天的 这个这个心情 美好的心情 想买房换房啊 搬地方的以外呢 还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呢 是呢 由于学校 因为某的人 某些这个买房的人 是因为这孩子要上学 要在这个这几个月 把房子买定以后 那么九月份开学 孩子就可以进入 新的学校学习 这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这个因素 所以五六七三个月呢 就是买房的高峰 那在这个时期呢 这个有的好房子 那就是就大家都会抢 我就曾经就就说过啊 好房子就像是漂亮的姑娘 打扮漂亮的姑娘 那谁人见人爱 那人一看了都喜欢 所以经常呢 会有好几个这个出价 来抢这栋房子 所以呢就是第一呢 买房子要要要要 把握时机 那想卖房子的时候呢 就要早早的考虑 不要等到这个零急零荒了啊 随随便便的就把这个房子挂到市场上去卖 这样子呢 你们房子卖的时间长 卖房子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折磨人的 经常来看房 你得把房子收拾啊 或者你人呢 又不要在家里头要出去啊 非常折磨人 这个过程呢 我是特别的理解 所以呢就是说 卖房子呢 叫要快啊 要卖好价 那你就有非常多的这个方面要注意 那第一个问题 我就是讲过了 这个时机 那么你要想再把这个房子从四月份呢 开始上市 五月份就有人开始抢的时候呢 那你就要在一月份就要开始啊 准备准备工作 做什么准备工作呢 啊当然了 你要这个跟这个啊 你信任的房地产经纪 你探讨你这个房子要价是多少啊 完了呢 这个房地产经纪呢 如果他很有这个很有经验的话 他会给你一些意见 比如说这个房子呢 啊大约卖价是多少 最高价最低价是多少啊 还有呢 就这个房子呢 应该怎么怎么整理啊 那就是说 你找一个经纪人 那么第二个你就要想一下子啊 这个房子你想不想投资 把它重新装修一下子 其实呢啊 据我的经验 大部分人就是花钱装修了这个房子 他不仅卖的快 而且价格也卖的高 也就是说你装修的钱呢 大部分的情况下呢 都可以回本 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呢 啊都可以就是说 你你装修多少钱了 你也可以把这个钱卖出来 所以呢 不要怕麻烦 也不要怕花钱 那这个房子呢 就是说像一个姑娘一样 啊 一个一个很漂亮的姑娘 可是她没有打扮 烹头垢面的 那看上去也是非常的不讨喜 这是这是同样的道理 那这个房子如果说是 本来这房子很好 可是里面呢 状况不好 破衣了破衣了破衣服烂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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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的 啊 那你就想一下想像一下子 一个姑娘她长得再漂亮 她脸很脏 她头发很乱 她穿的那个衣服又很破烂 又很脏 穿的鞋子又露指头的 那个裤子又是一个长一个短的 那不论她多么天生丽质 多么漂亮 她这个美丽都被这些脏啊 烹头垢面啊 这些脏的衣服啊 破烂的衣服啊 她都给她藏住了 所以呢就是说 啊这个好房子就是如果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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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天生丽质的这个漂亮的女孩 把她洗给她洗一个澡 梳个好头啊 穿一套漂亮的衣服 再化一化妆 她马上就是脱颖而出 马上就是一个啊 人世界不可多得的美女 所以呢这个房子呢是跟人世差不多一样的 我曾经记得好多年前啊 我去这个啊 去这个啊 桂林玩 啊 桂林玩 我当时就听他们桂林人就传领传了一个 啊一个非常那个 一个说法 啊 我也忘了是哪一届总统了 啊 反正有一届总统呢 啊 访问中国就到了桂林 啊 完了看完了桂林的秀丽的山水以后呢 啊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啊 桂林的山水啊 就像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 穿着特别破烂的衣服 啊 从此以后呢 桂林就开始改头换面 啊 啊就把这个桂林啊 啊这个 啊这个 这个 这个 黎江啊 两岸呢 种上了很多的漂亮的竹子 啊 从此丽江呢 就打扮起来就漂亮吸引更多更多的人 那么房子呢 啊也是同理啊 我看到有些房子啊 其实这个房子啊 无论是这个 这个房子的房 这个房型啊 啊 这个朝向啊 社区啊 啊 都特别的好 Victoria speaking Bank of America 美国也好 哎呀气死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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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了 啊 啊 这个房子呢 就是说是那个 我在这个看了很多的房子啊 那么那个那个有的房子啊 不论是他的朝向啊 他的房子的设计啊 啊 都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这个房子呢 房主呢 啊 他也 他不仅是不装修这个房子啊 那个地板非常的成就 啊 这个厨房呢 那个柜门都已经那个 被磨的那个特别的那个成就了 啊 那个 有些东西都应该换 他也不换 那厕所洗手间也是一样的 他们就这么对付 甚至有的卖主呢 啊 连这个家都不肯清扫一下 起码是地毯脏了 你花一点点钱啊 请个公司啊 啊 来这个把这个地毯洗一洗 啊 他都不愿意做 甚至来连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西城都不愿意 到了那个 到了这个房子里头 那个地毯非常的黑 脏啊 那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呢 客人有时候都不愿意 不愿意走进去 一看了地毯 站在那个样子啊 特别心里 呃 直发毛 所以这样子的房子 你怎么可能让人家喜欢你这个房子呢 不论你的房子 啊 多么的好 只要看了这个 大家都啊 就觉得这个房子被你造的太不像样了 甚至的房子里头很多的味道啊 所以这样子的房子呢 你想卖好价钱呢 那是不可能的 啊 虽然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房地产经济啊 非常有经验 我们看房子呢 都是不看房子里的什么装 装饰品啊 比如说桌子板凳啊 啊 床啊 挂了很多美丽的画呀 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遇到这样子的房子 还没等进去 一股一股难闻的味 啊 喷鼻而来 啊 再加上那个地上一看都没有西城 脏乎乎的 那我们其实进去呢 也都都觉得特别的恶心 也不愿意进去 所以卖房子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房子呢 你要是说不想花钱这个装修 那起码把这个房子呢 啊 离里外外收拾干干净净的 一尘不染 那起码也让人家感觉到 啊 这个房子虽然东西比较成就 啊 那么还可以进去看一下子 啊 那有的客人就会看啊 啊 这个厨房 比如说厨房 啊 这个厨柜要换了 啊 这个这个台面要换了 他还可以 起码他能进去啊 看一下你这个房子啊 就根据自己的需求 看能不能我花多少钱 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我再花一点钱呢 我再把这房子装修一下 还可以 但是如果房子特别脏啊 特别臭 有股这个异味的话呢 那很多客人都静的不愿进去 捂着鼻子就出来了 所以呢 卖房子呢 就是说不要求你啊 这个一定要花很多的钱去装修 那起码你要把它清洁啊 搞清洁整洁啊 这个清洁地毯呢 是非常重要 如果是你的房子有地毯 也很重要 啊 这个地毯呢 起码就是说最便宜的 你可以去home depot啊 lows呢 啊 那边去租这些清洁地毯的这个机器 啊 一天也就几十块钱 完了你买一点清洁剂 自己回来清洁啊 把这个地毯洗干净 另外还有很多 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清洁地毯的公司 啊 有的地毯公司呢 是这叫做steam 就是用这个蒸汽 蒸汽来清洁 啊 那个地毯 还有就是roter static roter static 还有就是他们就是有一种那个那个机器啊 他就在那上面就这么转的圈 就把你这个这个地毯的脏东西给磨上来 当然清洗地毯的有很多都都不是很贵 那清洁一个房子 一千五百尺两千尺的也就两三百块钱 啊 他给你楼梯啊 都给你把那个脏的东西都吸起来 用用的蒸汽吸来吸的很干净 所以呢 就是说是把这个家呢 整理一下子是那个不会花很多的钱 但是呢 起码来看房子的人就会增多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讲呢 除了就是说是你这房子啊 啊 清洁以外呢 最好花一些钱 自己就是说是 啊 花一些钱呢 来把这个房子装修一下子 那么装修一下子的房子呢 你这个清洁的这个房子呢 起码就是说这个这个女孩子还穿着这个 啊 这个 衣服 啊 破烂的衣服 很脏的衣服 啊 裤子 鞋子 起码把脸 啊 给洗一洗 那头给梳一梳 那起码人还可以就是说是 还能看 还能看一眼啊 啊 这个这个女孩子还挺漂亮的 还能看一眼 那至于身上的衣服呢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在说了 那么如果说你把房子装修一下就等于一个啊 啊 这个 这个烹头垢面 脸上很脏的一个美女根本就看不到他的原来的面目啊 啊 你给他装修一下就是给他洗了澡 舒了头发 换上了新衣服化了妆 那这个孩子马上啊 那就变成了一个爵士美女了 那你的房子也是 那么装修呢 有几个最重要的指标一定要做的 因为每个这个看房子的人呢 一进到屋里头呢 第一眼啊 看的就是你这个房子啊 这个四周这个墙 啊 虽然他没有特别注意 但是你这个墙如果刷完了以后呢 啊 他就会感觉的赏心悦目 那么刷墙的颜色 千万不要刷一些古古怪怪的颜色哈 最好的颜色呢就是neutral 什么叫neutral呢 就是很自然的色 比如说是这个乳白色啦 白色啦 啊 很淡淡的那个那个土色啦 就是所有这些淡灰色啦 浅灰色很淡很淡的 就是说千万不要颜色重 因为颜色一重呢 显得屋子呢 比较暗 啊 这个还那个就是显得屋子比较小 所以颜色一定要淡 一定要浅 这样浅呢 就是给人一种很明亮 很光亮 啊 这一只屋子也显得很大 因为我们的这个我在这卖房子中 之中我就发现哈 不论是什么人他在看房子 他首先要看着房子亮不亮 啊 这个一亮呢 他就觉得心情好呢 就可以看下去 所以这个刷房子呢 一定要颜色浅 啊 千万不要有什么古怪的色 什么 我看了一个房子刷了一个绿色 还有刷了一个那个 那个 说不出来的那个 那个 橄榄的那个深橄榄色 啊 有的那个颜色吧 也说不上是是棕色什么颜色 反正就特别的难看 让人一看就是 呃 这种特殊的颜色 让人一看就觉得不舒服啊 所以呢 就是说 最起码 你把这个房子哈 这个外面 里面刷一下子 那这个刷墙 刷这个其实也不是很贵 啊 这个大房子大约两千多尺 只要是里面全部刷 连门那矿啊 所有的刷也就三千多块钱 啊 啊 有的时候也就两千多块钱 看你是怎么样子 你雇的这个人 要是你雇全包呢 就也就是三千多块钱吧 很大的房子 所以呢 那个 刷房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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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颜色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地板 这个地板呢 呃 人们就是 第一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平视就是看墙 那第二呢就是马上就是被地板 就是就看一下地板 因为地板呢 也是出彩的地方 什么叫出彩呢 也就是人家就是考量这房子好坏了 啊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地板呢 你要是这个地板呢 就是说是 也不要搞得花了胡哨的颜色啊 有的那个那个 有的颜色很很很很很 很那个特殊的颜色 你要是有地砖的话呢 也不要这个这个很特殊的颜色 最好是也是我说的neutral 很自然色 比如说是现在流行的是 啊 灰色啦 啊 这个 很淡很淡的那个木头色啦 就是不要那个很深的木头色 淡淡的 乳白色啦 啊 甚至是有一些是那个大理石色啦 这一类的哈 啊 就是这个地板一看 啊 就是很舒服 那么地板呢 是风简各异 你想多花点钱呢 那你就可以就是说一楼 你可以放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啊 tile tile就是地砖啊 地砖又贵啊 有便宜的 有贵的 有大的 有小的 那就看你自己的情况 如果说是你的这个钱呢 不是很多 你想省一点 那么呢 我就建议大家呢 可以去找那个 Lemonite 就是人造的那个地板 一般的地板呢 这么宽啊 这么这么长的一块 所以呢 那个呢 就很便宜 那个一个 啊 一个房子 两千多尺 也就花 花两千多块钱 你上下楼 几乎都能够 啊 都能够给它那个 全部都换一遍啊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地板呢 除了就是说是这个 人造地板以外 啊 你如果说是那个 那个地毯的话呢 把这地毯一换下 地毯也很便宜 地毯 你这个楼上 一般楼上的是地毯 你地毯都换一下呢 也就不超过两千块钱 其实你把它换成地板呢 啊 这个也 这更加的那个吸引人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住户呢 不喜欢地毯了 还是喜欢地板 地板主要是好打理 这这用这个 托布啊 拉推一推啊 就好了 那么地毯还得吸 吸尘 那吸尘器也挺重的 家庭土腹 总是觉得吸尘很累 像我就是我就特别不喜欢吸尘 啊 所以呢 就是说这换成地板以后 地砖以后呢 特别好打理 啊 那么地板呢 也不是很贵 两千多尺的房子上下楼 都给它做完 也就是两三千块钱 所以这个钱呢 花的呢 也是很值得的啊 其实房子 卖房子的时候稍微的高一点 你这些钱都回来了 那么再就是呢 非常重要的呢 啊 一般的这个买房子 都有女方啊 这个夫妻俩 都有女方决定啊 为什么女方决定 因为女方是家庭主妇 不论她是工作的 还是不工作 这个家呢 都属于这个女人呢 她要收拾家 她要做饭 所以她呢 除了看你的墙 看你的地 那第一个她奔的地方呢 就是厨房 那么厨房呢 有什么可以改建的呢 厨房的厨柜 如果说是不是特别旧的话 你就是把它涂一下漆 如果是原木的 你可以就是雇人家 把它那个打磨一下子 再涂上一层这个亮漆 让它翻新一下子 那完了那个这个厨柜 不是太贵 太太旧的话呢 就可以这么上上漆 把里头好好的收拾干净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台面 这个厨房的台面呢 是特别打人的一个 一个这个装修的方面 所以这个台面 我建议啊 大家一定要把它换掉 为什么呢 这个台面 其实你花不了多少钱 这现在呢 就是人造的台面 非常的便宜 尤其我们在住在洛杉矶的华人呢 我们真的很幸运 因为在洛杉矶 有特别多的这个装修公司 他们自己就是进口商 他们直接进口这些板材 那么它卖的也非常便宜 我都去这些公司 我都见过 一大块的这个台面 也就两三百块钱 那么你这个台面 一共有几片呢 那你算来算去的 一千块钱 不到两千块钱 再加点人工 也就是一千多块钱 就全部都搞定了 那么这个台面一换 你这个厨房马上焕然一新 真是这个与众不同 尤其你这个找这个台面的时候呢 你不一定要买这个 这个天然大理石 你就买这个 就买这个 这个 人造的大理石 有非常多很漂亮的 颜色也要挑选浅色的 这个呢就是非常好 因为这个大理石呢 说句心里话 人造大理石还比较好打理 天然的大理石还经常呢 隔一段时间呢 你还得要这个 就把它清干净 还要抹一层 他们专门这个保养的这个液体 所以呢就是说是 大理石不一定是天然的大理石 就人造的大理石吧 也行 那么你这个厨房 只要是一把这个台面一换 马上就是看上去就焕然一新 再把厨柜呢 稍微的收拾一下子 那就好了很多 那就是厨房 那厨房呢就是说 也是这个女主妇 特别特别注重的地方 换一下那个水池 水池也不贵 也就一两百块钱 就是那个洗菜池 那么还有就是在 最重要的就是厕所了 那个洗手间呢 这个地板换一下 这个如果可能的话呢 把那个淋浴的那个内间呢 这个贴一下那个人的这个tile 也就是那个壁砖 就是那种tile 就是砖呢 就是磁砖类的 它有着这个这个壁砖 还有地砖 叫人来收拾收拾 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洗手间呢 花一点钱 把它收拾收拾 也就是几千块钱 把它那个那个 弄得漂亮一点 这样你的房子就等于是什么呢 就等于是一个很漂亮的美女 洗了脸穿上了一副化了妆 那么一下一见人呢 就特别的好了 还有再说的就是什么呢 后面外面的院子 也尽量保持着干净整洁 如果你的房子 外墙 看上去很多的污渍 就是下雨的污渍 那最好也把外墙也漆一下子 其实你前前后后 花了一万多块钱以后呢 你这个房子换人一新 那就是卖起来就是比较快 所以呢就是装修房子呢 对这个你的房子 卖出的速度和价钱 都有直接的影响 因为大部分的这些买家呢 他都没有这个 像我们经纪人这个眼光 我们经纪人看这个房子 都不会看他这些 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我们都直接就看这个房子的房矿 年龄 还有他的房顶啊 房价啊 他的这个设计啊 合理不合理啊 有没有浪费的地方啊 我们是看这个 但是大部分的买家呢 他是没有这个眼光的 他一看就是质感 这个房子漂亮新 干净整洁 他就会 大家都会抢这个房子 所以呢就是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 就介绍了这个 卖房子这个 这个需不需要 做一点这个装修 下一集呢 我给大家讲呢 就是这个房子卖的时候 要怎么样子去 去给他装饰一下子 打扮一下子 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 我是洛杉矶房地产经纪 谭子薇 我的名字 我的电话是 9496970033 微信是VTANUSA 我在这个油管 YouTube上有非常多 这个买卖房地产的视频 还有其他在美国生活的 这个视频 像考驾照啦 在美国这个洛杉矶的 其他的这些生活都有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上去收 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给大家介绍 怎么样打扮 把你的房子打扮得漂亮一点 完了再上市去卖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VTAN 谢谢大家 按照 谢谢大家 不要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